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呢都跟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关吧 就是所谓的富人啊 那么今天这两个话题呢 为什么跟这个中产阶级有关呢 或者是跟这个富人有关呢 因为他都跟这个产产有关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呀 对这个税务系统呀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 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动向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啊 就是2022年的这个公务员考试完了以后呢 他又来了一个补录的考试 就是二次招考公务员 这个补录的呢一共有14个部门参加 计划招录5182人 但是我们要看到啊 这个里头的96%的人呢 是这个税务系统补录的 可以说是专门为税务系统招的公务员 那么这些人招上来是干什么的 大家想一想 这么三年下来 国家的经济都成那样了 多少企业都关门倒闭了 多少街面都变得冷冷清清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应该税务军没事干嘛 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招了这么多人来充实这个税务队伍呢 对不对 大家来琢磨琢磨琢磨这个 现在的企业减少了 这个总的税机 这个税源都减少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大面积的招人是想干啥呢 对不对 我们来想一想嘛 那么他干的活实际是显而易见的嘛 第一个就是查税嘛 就是把以前漏针少针的税呢 现在把它查出来 这是第一项工作 那就是放开了查 把以前只要有税务底子的企业呢 都查一遍 看看里面有没有少针的 或者是漏针的 这个肯定是第一项工作嘛 还算正常吧 那么第二项呢 估计就是那变态的工作 就是罚税嘛 就是进行税务处罚嘛 就是把这个以前的企业啊 再挖出来 看看在以前的缴税过程中呀 有没有违规违法的地方 那么把那些漏洞查出来以后呢 进行处罚嘛 或者是加重处罚嘛 我们打个比方说嘛 以前张三有个企业 就是税务方面呢 有点不规范 但是呢 他跟这个专管员呢 关系比较好 所以本来处罚他的时候呢 应该罚两万块钱 但是他们私下一沟通以后呢 只罚了三千块钱 然后专管员拿了两千块钱 就把这个事情呢 给抹过去了 那么现在呢 这种情况要查出来以后呢 就应该补交罚款 另做处理 我想这一块啊 他的意思也很大 因为你光补交才能弄多少钱嘛 只有查处再进行处罚 这个才是一个大头呢 那么我想啊 招来这么多人以后呢 就是放开的翻旧账 翻旧账也是中国爱干的事情 你像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那个词 就是历史反革命 我1949年之前 我在国民政府里头当过公务员 1949年之后呢 我已经不干那个公务员了 我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情 但是在中共的政治运动来了以后呢 就会把我揪出来进行一个批斗 因为我是历史反革命 大家从以前的这个叫法呢 我们就能想象吧 这一次他招了这么多税务人员上来以后呢 那就是来查你的税 他也知道你这三年呢 没有好好进行 可能正常缴税呢 你也缴不了多少税 但是你以前经营的不错呀 以前你这个税交的够不够呢 那么我就放开了查嘛 把这个少交的给我补齐 把这个该处罚的都来个顶额处罚 那么这个首先从这个经营层面呢 就能大捞一笔 这个估计是一个层面的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 针对你个人呢 再进行一个清查嘛 这个面也是非常大的嘛 那么它能倒退嘛 你这个个税交期没有 你这个李老板住着别墅 开着奔驰 对不对 抱着二男养着小三 然后一看你个税呢 一年才交了几万块钱 那么你这个有没有 偷税漏税的嫌疑呢 对不对 给我把它叫来查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又能搞出多少钱呢 因为共产党一旦把你扣上以后 给你安上这个偷税漏税的帽子以后 那个处罚也是挺重的 除了罚你的款 还会判你的刑呢 那么在这种威逼利用下 很多老板呀 都会选择这个消财免债吧 就是认罚 把牢业之灾免了吧 好多没有办过企业的人呢 可能对这个呢 还是不太熟悉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我以前有个朋友 是做这个医疗器械的 他弄了多少年呢 认为他跟税务部门关系比较好 大家也知道 那一行呢 底下的名堂特别多 没有偷税漏税 也是不可能的嘛 最后 有人把他举报了 就把我这个朋友呢 就抓了 就是以偷税漏税的名义 就抓了 最后 他老婆求爷爷告奶奶 把他弄出来的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就是连缴这个罚款 跟这个中间托人走关系啊 花了七百万 但是他也被关了一年多 最后呢 是判了一个缓刑吧 等于说 把这个老义之灾呢 给你免了 但是 钱可没少花呀 所以 这种情况 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很多私人老板呀 他的这个个人消费呢 跟这个经营性消费呢 他没有明确的界限 很多账呢 也是走的是不明不白 特别像我说的 我那个朋友一样 他的这个销售额里头呀 有百分之四十 都是公关费用呀 除了给这个医药公司 医院付回扣之外呢 他还有平时的公关呀 还有平时跟这个 各个部门的这种交往呀 这个费用是非常大的 超过百分之四十 那么这些东西 他咋能说的清楚呢 他自己还要保持一个高消费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别的税不说了 就是你个税这一块 你能不能讲得清楚 这一算你家庭开销都是几千万 结果呢 你的个税这几十年 才交了几十万 那么那些税都跑哪去了 对不对 能不能给你算一个投税漏税 所以我觉得啊 这次这个税务队伍的扩招呀 老板们一定要注意了 现在假如说你有问题呀 就赶快想办法 或者将来问题出来了 你也得想好这种应对策略 最起码你心里头呢 得做好一个准备 不能说最后你钱没有了 你自己心里再承受不了 把你搞出一个什么精神疾病 心里不健康 对不对 那得不傻失吗 所以说看到这种动向以后呀 我建议这些老板呀 或者是这些有钱人啊 就是做好准备吧 最起码是做好你的心理准备 一旦这件事情落到你的头上呢 你也能从容应对 那么第二个消息呢 就是近日啊 工行建行相继宣布 暂停账户贵金属业务 黄金白银的买入 转换交易 其定投计划的设置与变革 说的简易一点呢 就是暂停了这个黄金白银的交易嘛 这就通俗一懂了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实际上大家应该都学过那个概念吧 以前中共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就说了嘛 货币天生是经营嘛 就是真正的货币啊 它只有经营 它有几个功能 首先呢 它可以做这个一般等价物 就是我拿这个黄金白银啊 能衡量一个价值 就是它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一个一般等价物 然后它有这个交换的功能 然后呢 还具有储蓄功能 这个就是以前说的这个货币的三个功能嘛 那么我们现在拿的这个纸币呢 它只有这个流通的功能 实际上它本身并没有价值 对不对 你说一张一百块钱的纸 它就能值五公斤大肉吗 对不对 它完全不值嘛 但是为什么值呢 因为这个一百块钱啊 它代表着能买多少黄金 所以这个就是说呀 纸币只有流通功能 没有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功能 跟这个储蓄功能 那么放到古代的话 就是你家里头有多少钱 那我就存上多少金银嘛 那就是你货币价值的财富嘛 那么到了近代啊 各国都发行这个主权货币 就是拿这个信用来发钱 实际也可以说啊 很多国家都是滥发货币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这个货币是跟你国家的黄金储备挂钩的 但是到后来呢 越来越胡弄 跟这个彻底都没有关系了 国家就是按照它的信用在发 那么这样的话才出现了 津巴布威那样的货币起价 都是多少个亿 对不对 那么中国这个钱也是这样的嘛 你现在的一块钱跟那1990年的一块钱 那能一样吗 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那么他现在不让你买金银呢 就是你手上呢 只能有这个纸币 他说这个纸币值多少钱呢 你就是多少钱 他说这个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 你就是多少 你看着它贬值 你也没有办法 那么假如说在以前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手上的纸币呢 买成黄金或者白银 我就把它存到家里头 或者我在银行租个保险箱呢 我就存到那个地方 他尽管可能增值不太厉害 他最起码是个保值的嘛 那么现在他不让你买呢 他就是不让你这个纸币啊 去保值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是他的首要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也要看到啊 以前很多有钱人呢 他多余的钱去干什么呢 买房子去了 这个房子呢 实际在中国啊 他已经不光是住了 实际他也是一个商品 在以前呢 也具有保值功能 因为你买了房子呢 这个头十多年呢 房价一直是上涨的 你不但是保值了 而且增值了 所以有钱钱的人呢 都去买了房子 但是这几年的房价不涨了 也可以说房子不保值了 那么多余的钱 不流向这个房市了 而且呢 股票市场也不行 也不流向股市了 那么接下来这些钱 会流到哪去呢 我认为呢 主要就是去买黄金吧 我最起码还有保值作用嘛 不像我家里头 放了十万块钱 哪天你说通货膨胀50% 那我这个钱 不就变成了五万块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他停止交易呢 也可能有这个意思 就是不让你把纸率 变成黄金 就是逼着你这个钱去流通 或者是流向房市 或者是流向股市 就是不要你去买黄金 甚至呢 我给你贬值掉 你也没办法保值 我觉得他可能有这几个意思吧 综合在一起的 所以从银行的这个通知 大家要看到啊 这可能也是一个信号 那么他明确指的是啥呢 大家自己可以去想 我说的呢 可能也就是一部分 那么我做几期节目的意思就是呢 假如说你是个有钱人 假如说你的手上还有企业 或者是你曾经办过企业 你人还在国内 那么你现在呢 第一个呢 就要预防别人查税 查到你以后 你看你怎么应付 第二个呢 就是你手上有闲钱的 你又不想买房子 那么你这个钱怎么去保值 因为他现在呢 不让你买黄金了 外币也不让你随便买了 更不让你往国外转了 那么怎么去保值呢 你也得考虑考虑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